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北京时间2月20日,NBA今日正式曝光了最新一期的MVP排行榜单。 结果詹黄继续稳居第一,而且完胜了恩比德和库里等人。 看来美国媒体还是更喜欢詹姆斯MVP榜方面。 詹姆斯和恩比德跟上一期一样,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。 利拉德从第八升到了第三,库里从第七上升到了第四,约基奇则是拿到了第五位。 目前全联盟第一的爵士队核心米切尔只排在第六,字母哥第七,杜兰特第八,莱昂纳德第九,哈登第十。 这份排名引爆了争议与讨论。 有三个人的位置都让很多人觉得有些不紧。 首先是哈登,哈登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篮网这支球队的核心。 自从他加入到球队以来,三大超级巨星同期里,哈登是缺席场次最少的,而且还是数据层面上表现最好的。 场均24.3分,8.4篮板11.8助攻,而且投篮命中率高达50.2%,三分线外的命中率是40.7%,罚球命中率90.4%,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高效的阶段之一。 尽管他的得分是三大超级同期当中最少的,但是他的篮板球和助攻都是最高的。 说句实在话哈登可能在更衣室里,不是篮网,这个球队的老大,球队的真正老大还得是杜兰特。 但是哈登,绝对是篮网队的战术核心,所有的战术大部分,都是依赖哈登展开的。 他也是三大超级巨星当中,做出牺牲最多的。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,哈登居然才排到MVP榜单的第十位。 这是对他努力的一种,不尊重,哪怕是之前带领球队,打爆胡人的比赛。 哈登23加11的表界,也比詹姆斯更好看,起到的作用,也更重要。 还有一个,重要的数据是,自从哈登,加入篮网之后,篮网的射手们,有5个人命中率,超过4场。 这肯定不是巧合,这是他,传球能力的体现。 第二大争议,就是詹姆斯的排名,实在是太高了,居然还能排在第一。 最近4场比赛胡人,已经输掉了2场,而且在单核的情况下,他的带队能力,逐渐体现了出来。 最近打得,是越来越艰难。 此前胡人,险些就输给了森林郎,后续,又被篮网全场暴打。 没有了农眉哥他们,好像不堪一击。 在这种情况下,张黄排排第一,确实有些说不过去。 此外,库里和杜兰特的位置,也有一些争议。 库里和利拉德之前的表现效率,都很惊人。 他也配得上进前三,但是KG似乎也有点低了。 一个跟界,大商归来的球员,最近几场比赛,虽然休战,但是他的数据,是摆在这的。 现在他仍然是场军,29加7正5,3的表现,而且他的投篮命中率,和三分命中率,分别是52.4%,和43.4%,杜兰特也配得上,更高的名次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左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